我們今天有邀請到一位來賓來到我們的頻道 那他是Milk&Honey Studio的攝影師 那經常拍攝人像、寫真或是婚紗類的作品 那照片風格也是比較偏日系 那我們今天有邀請Peter來為我們做這次攝影展的分享 嗨! 嗨!大家好我是Peter 那我今天看到這次的攝影展主題我覺得蠻好奇的 就是他叫做1.25分之1的朝氣練習 我想要請問你為什麼會設定這樣的攝影主題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拍攝比較開心跟真誠的笑容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很想把這份溫暖跟這種開心的情緒去感染到每一個看我的照片的人 那其實對我自己來說就是除了這個情境之外 我覺得拍攝的那個動作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因為代表著我跟被設者的交流 跟他把他的開心跟愉快一起感染給我這樣 所以我就特別加了這個1.25分之1這個快門的這個動作在裡面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還對我來說還蠻有意義的 而且蠻特別的 就是會讓人家想說這個好特別 而且你的照片就是也都散發出一種很陽光的青春的感覺 哇這樣真的太好了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你這次展出的作品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張 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就是那位模特兒就是Sunny Sunny他有一個穿著學生制服然後咬的吐司 然後有一種早上去上課然後很青春愉快的這種感覺 那個系列我特別喜歡 就是感覺有一種很有朝氣跟一天的剛開始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棒 那我想請問一下Peter有沒有覺得比較難拍的作品 或是哪一種系列 比較難拍的應該是說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部分就是我們拍攝的時候常常都遇到的model 他是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那要怎麼樣讓他有最自然的笑容 跟我們可以坦承的去拍照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部分對我來說會是比較困難 就是我當然希望是可以拍攝到最自然的他跟最真誠的他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可能前半小時 都是需要熱身的 不論是model或者是攝影師 都會需要一段時間去熟悉彼此熟悉對方 對就是在比較輕鬆的狀態下面才感覺比較可以放鬆 然後拍攝更自然的瞬間 沒錯沒錯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Peter你有自己有什麼樣的技巧就是 做開場或是暖身的動作 開場暖身喔 其實我其實我最常開場方式就是大家一起去吃東西 我覺得這一點很很棒 對吃東西 就是因為剛開始如果就開始說不好意思你們站這邊讓我們開始拍 對 對 那可能 我身為model會覺得說 喔我真的就是要工作了 對對對 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是 一般剛開始的時候都會去找找看附近拍攝的地點 附近有什麼東西吃啊 或者是有什麼好玩的東西啊 對 然後先去讓大家都熟悉彼此 然後進入一個開心的情緒之後 我們真的在開始拍 對啊因為誰吃東西不開心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 尤其冬天的時候 喔對 真的很幸福耶 對對對 嗯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Peter你最常使用的富士相機是哪一台 我現在其實我有兩台GFX的相機 那一台是100S 那另外一台是50S II 那100S上面就是 因為它的畢竟是富士的GFX的旗艦機種 那它在對焦或者是高ISO 或者是畫質上面都是無語倫敦 這沒話說 所以我平常在真的工作上面 我都會用110去拍攝 因為我需要一個比較保險的畫面跟相機這樣子 那50S II的部分可能就是平常出去玩 或者是我平常真的帶在身上的隨身機 那而且我覺得這兩台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操控的 它操控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不會讓你就是 混淆 對不會讓你混淆 就是有時候突然這個按鈕換一個位置 這是我覺得還蠻還蠻不錯的地方 就是雙擊的概念 對對對 不錯 那你有沒有最常使用的鏡頭跟焦段 那第一個就是像這顆是632.8 那它在135的焦段等效是50 那基本上我很喜歡用50的焦段去拍攝 那這顆鏡頭重量很輕 再加上它的大光圈 我覺得是我最常用的應該就是這顆鏡頭 那還有另外一顆就是81.7 81.7它大概等效135的60幾左右的焦段 那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壓縮感 是50焦段是沒有辦法有的 那再加上它1.7的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光圈 那很容易把主體就是 把照片就是聚焦在主體上面 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目前應該沒有其他鏡頭可以搬到的 這件事情 那你有比較偏好哪一種軟片模擬嗎 當然我覺得就是一樣大家最喜歡就是 經典負片 喔經典負片真的是一定要的 對經典負片真的是太厲害了 對我自己本身也是蠻愛用經典負片 對而且我發現經典負片在 可能太陽光底下跟陰影底下 它出來的色調會是完全不一樣 對 這個應該是富士原廠有特殊的笑條 我沒有發現其他的濾鏡會有這種效果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 就是跟底片一樣 它在不同的光線之下會有不同的效果出來 其實我有發現一個富士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底片特效漸變藍色這個功能 對這個功能其實在相機裡面都有 那你去打開的話 它會是會把底片濾鏡變得更像底片 因為其實像我們以前在 我們以前在真的拍底片的時候 然後有去研究過底片的掃描 跟底片的顏色 那這個部分就是 其實底片在陰影的部分 它都會有一點點稍微的偏藍色 那這個部分如果打開這個功能的話 它會在陰影裡面稍微加進一點點藍色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還有一個就是 彩色效果的這個功能 那它會讓你的照片 會有更像底片的那種色彩呈現 我覺得這兩個效果其實算是 我一般都會打開 我當然是希望我的照片都可以更像底片 其實我還蠻喜歡一個功能就是 它富士的相機裡面都有內建就是 柔膚 你要出去玩的時候要直接輸照片 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對就是 而且它柔膚不會柔的太奇怪 所以就是磨皮磨過頭 對就不會像一些美顏濾鏡一樣 喔我不行 就很自然 對沒錯 而且它可以調整它的強度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棒的 而且像GFX這種畫素這麼高的 沒錯 如果你沒有羅夫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有點可怕 但是我覺得有這個真的是非常棒 對對對 然後非常感謝Peter這次的分享 那它的攝影展 從12月10號到1月10號 在Wonder Photoshop展出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看看 非常漂亮又可愛的作品 我們謝謝Peter 謝謝謝謝小姐 掰掰 掰掰